大家好 兩位老師好 高老師好 江老師好 很高興 對很高興 線下一位兩位老師見面 以前我是在線上也聽過 兩位老師的課 真的是線下見一面好不容易 真的特別的開心 在線下見大陸老師 對現在出門非常的不方便 是的 無論是坐高鐵還是坐飛機 都要出事健康碼 還有量體溫 還要全程戴土豆 對對對 看來疫情真的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 是啊 我身邊很多人也失業了 有一些朋友他們所在的公司 因為經營不善 然後被公司已經辭退了 前一段時間看了新聞報道 裡面說現在有些公司 希望員工能夠提出來退休申請 其實如果沒有成家一個人 還好一些 但是對於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人 挺殘酷的 這個就非常的不容易 對對對 因為生活的壓力實在是很大 是的 對 那現在不光是我們這個上班族 其實我們這個傳統行業 也是非常的艱難的 疫情期間都要很多那些飯店 電影院 還有其他各種服務行業類的話 現在都是被迫關門 生意經營得特別的艱難 之前某火鍋店 不是因為疫情期間虧損 然後恢復營業之後 它菜價大賬 都上熱縮了 對對對 你提起這件事我也有印象 當時火鍋店還發表了刀青生命 其實背後的原因 就是因為受疫情的影響 也虧損太嚴重了 對這個也是跟火鍋店是沒有關係的 實在是沒有辦法 對對對 那我現在看著這些 因為疫情束手無策的這些公司和飯店的話 我覺得聯想到了這個之前的集中危機的畫面 其實社會有這種現象 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意義 我前一段時間看了幾篇報道 給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報道裡面說 在未來的15年內 全球將消失20億個工作人員 20億 對20億 而且在未來的5年 會有40%的企業員工會成為自由職業者 終點工還會選擇自主創業 而且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AR科技高速發展的一個時代 你會發現我們身邊的很多的職業 都慢慢的消失了 對對對 而且很多的大企業現在會買 最先進最高科技的AR機器人 其實好多人都不知道 那對我們意味著什麼 但是我們仔細想一想 在不久的將來 一些重複勞動的這些崗位 慢慢的就會被機器人代替了 對 是呀 以前看電視 經常看到機械廠裡面 各種工廠裡面都是工人在操作 現在幾乎沒有那樣的情景了 對 基本上都是機器人代替了 包括機械化代替 我們農民的收割 也全部被機械化代替了 所以這個問題 失業的問題 很快就會來到我們身邊 真的 現在我們到機場 拖運也是 是 對 真的是這樣的 並且因為疫情加快了就業崗位的減少 是 那很多學者都說 這個疫情就像是一個推動器 真的是 助力了我們社會的巨大變革 對 那我們剛才聊到了這麼多變化 那兩位老師知不知道 我們這個愛多美 在這個時期當中發展的事業是怎麼樣 肯定是上漲了 不增長 對 是在2020年 愛多美在全球 營業銷售額 達到了 9000億韓幣 對 那兩位老師都是特別精神 是的 是的 那我們這個數據的話 是和去年同期相比的話 增加到25% 真的實現了一個驚人的增長 可以說是愛多美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時候 就是實現了密室上升 真的是太棒了我們公司 是的 所以我很慶幸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上 遇到了愛多美 特別的高興 其實我也很好奇 張老師您是怎麼遇到愛多美的 能不能跟我們講講您愛多美的故事呢 可以 其實說起愛多美 我認識愛多美的過程並不順利 當時是2018年 對2018年的1月呢 我姐姐給我分享的愛多美 親姐姐嗎 對是親姐姐 但是呢我一直呢十分的抗拒 不接受 在我看來呢 愛多美的產品就是一堆 包裝很簡約的韓國貨 包裝是很簡單 對 我是不可能感興趣的 而且呢 價格呢又十分的親民 我就更不願意嘗試了 對 我的皮膚呢属於超級敏感 平時買東西呢就挑貴的買 我覺得只有貴的才相對的安全 才有效果 沒有保護的概念 對 一直是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當時呢 是出於對我姐姐的一個信任 我們把它拿回來的東西呢 分給了家裡人 我把醫生菌給了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有長期的便秘 姐姐說呢 醫生菌是對腸胃道健康特別好的 然後把葉黃素呢給了我老公 那大約有三天左右的時間吧 我爸爸就很興奮的給我打電話說 這個醫生菌太好了 一定以後把這個產品給我攻上 對 喜歡上來這位產品 是是是 那家人的這樣的使用感受呢 讓我對這個產品 有了另外一種看法 我就覺得 我也要開始慢慢的嘗試 好想聽吧 對 我在這個期間呢 我嘗試我們的愛多美產品的同時呢 我把我自己喜歡並認可的幾款產品 分享給我的顧客 我的顧客呢 因為我做了20年的服裝 顧客呢 對 同好 對對對 是的 聽說了 顧客呢跟我關係特別的好 也都是老顧客 我把它當成禮品送給我的VIP 這樣的過程呢 結果呢 收到一片好評 所有幾乎所有的顧客呢 都說產品太好了 而且價格呢 還這麼的親民 反應特別好 但是呢 我是送的方式給他們的 他們也不好意思呢 來問我再去要 他是找我的店員問我說 這個在哪裡買 讓我幫他買 對 當時呢 我是沒想去分享愛多美事業 我也覺得 對 我也是覺得 沒有時間去了解愛多美模式 那後來呢 也是因為大家不斷地這樣去問我要產品 對對對 是逼著我 我去了解愛多美事業 我覺得這應該是個機會 對 才去了解的 結果呢 一了解一發不可收拾 我覺得這才是我在等的一個事業 才是我覺得我真正該做的事情 開始全力以赴的分享愛多美了 實在是太好了 其實我跟明英差不多 也是因為愛多美的產品 然後選擇了愛多美事業 那我在沒有做愛多美之前呢 我經營過兩家公司 一個呢是外資企業 然後一個呢是國內的一家企業 那這兩家公司呢都有了不錯的成績 但是呢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呢它很難讓很多的消費者 能夠重複地持續地購買 對 所以呢我就離開了那些公司 在遇到愛多美的時候呢 我也是一個姐姐 也是姐姐 對也是一個姐姐 然後呢她非常興奮地跟我講愛多美 我剛開始呢是也是像你一樣拒絕啊 對 然後呢有點懷疑 然後呢我就開始體驗愛多美的產品 那我體驗的第一款產品呢 就是愛多美的洗面奶 對對這個很好 對這個給它好用 對體驗得很好 對對對 我當時體驗這個產品的時候啊 就有一種感覺就是驚艷 對 為什麼說用這兩個字呢 因為第一呢它的泡沫啊 很綿密 很綿密 對對對 我好多朋友都說這個泡沫像奶油一樣 因為泡沫細膩呢 就說明它的分子很小 好吸收 對對 然後呢第二個我不知道兩位老師 有沒有我這樣的體驗 就是它洗完以後呢 對清透乾淨 覺得臉都白了 對 滋熱滋熱而且不乾燥 對一點都不緊繃 一點都不緊繃 對 我當時的這種體驗呢 就覺得嗆的品質啊 這樣的產品大概得在300塊錢左右 對最少得300塊 300塊錢 但是呢因為朋友跟我說啊 它的產品呢是高品質 煮的呢有比較親民的價格 對對對 我想再親民的話也得在120塊錢左右吧 對 100多塊錢 但是我拿著洗面奶出來 問它價格的時候 嗯 多少錢了 60 60塊錢 對對 我當時的時候好長時間都說不出話 對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感受 好感動啊 因為覺得這麼樣的品質 但是呢價格卻這麼的超值 對對對 真的是意想不到 嗯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不斷的在體驗啊 其他的產品 可以說是又一款 愛一款 真的是這樣 而且呢每一款產品都給我這樣的感受 嗯 就是驚艷和感動 嗯 那驚艷於它的品質感動於它的價格 對的 那我身邊的一些朋友呢 在沒有用上艾德美產品之前啊 他們也是質疑 對對對 覺得這麼低的價格產品 不可能 應該不會那麼好 對對對 但是呢當他們親身體驗完以後 就什麼都不用我再說了 也是驚訝 也是驚訝對對 其實這個過程呢也是我們當初 感受艾德美產品的過程 對跟我們一樣 一樣的 對因為他們體驗完以後呢 產品的品質跟價格是不會說謊的 對對對 我相信呢可能大家也都遇到過一些成分差不多 但是呢 那價格呢比艾德美的產品 價格要高的一些產品 對對對對 我也是用過各種的大牌 價格高呢 產品的品質雖然好 但這個價格呢 是有一部分人接受不了的 對 大眾它是個消耗品嘛 對 大眾覺得這個價格不能反复地進行回購 這是真的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對呀對呀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一般的商品呢流通呢 它會有批發商 對對 因為有差價嘛 有個環節 這種環節的話 那消費者呢要想買到高品質的產品 必須有高價格 就需要把比較高的價格 但是你會發現我們艾德美的產品呢 它減少了這個中間的流通環節 還有廣告費 對對 這樣呢消費者呢就能以超值的價格 購買到高品質的產品 對對 這就是艾德美的哲學之一 也是我選擇艾德美的主要原因 因為呢我使用完艾德美的產品之後啊 我發現它真的是有物美加鏈 對 所以我非常確定 像這樣的品質和這樣的價格呢 一定可以讓消費者可以產生重複的購買 對 這也解決了我之前經營事業的一個困惑 因為只有消費者重複主動的去複購產品的時候 對對對 但經營者來講的話呢 才有一個持續穩定的收入 對 對 那主要化妝品和保健品都是產自韓國科馬B&H 這家公司 那韓國科馬B&H是一家以天然原料為基礎 那助力主導這個化妝品和保健品 對特別的有名 是創新的一個企業 是的 那兩位老師知不知道我們這個 在韓國貿易日第57屆的時候 我們這個艾德美獲得了什麼獎項嗎 品牌 對沒錯的 可以說這就是對我們品牌力量的認證 那為了感謝艾德美公司 在擴大海外市場和累積出口 右翼美金等做出了貢獻 艾德美還獲得了韓國國務組織 和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部長的表彰 那說到擴大海外市場 那兩位老師知不知道 艾德美已經進入了多少國家和地區嗎 那我是從新加坡了解艾德美的 我也聽說呢 那新西蘭分公司也剛剛開業了 前不久開業了已經 對是的 那目前呢 艾德美已經進入了18個國家和地區 18個 對是的 那未來呢 5年之內還會進軍30個國家 我堅信未來全世界各個角落 都能看得到艾德美的身影了 是的 是的 並且艾德美通過了CCM ISO9001 ISO1002等國際認證 所以我現在想 我能跟這麼一家有偉大藍圖的公司合作 真的是特別的開心 非常的開心 我們也一樣 其實我跟你的想法一樣 但是我覺得呢 我們今天選擇艾德美 不僅僅是因為艾德美公司有收获的實力 對 對它的未來發展前景 更是因為艾德美啊 是一個符合時代發展的事業 是的 那剛才呢 我們提到了疫情和AR科技 高速發展的一個大社會環境 是的 那大家說現在是什麼一個時代 線上時代 對 線上時代 你看現在線上雙城的普及 對 線上推廣會 線上交流會 隨著疫情呢 變成一個常態化 對 常態化 從來呢變得不方便了 對 而且呢一些大型的集體活動啊 沒有辦法正常的舉行 對對 我們已經習慣了用視頻 是的 彼此問候 然後呢開這個入目會議 還有通訊會議 還有釘釘上面開會啊 學習交流 可以說呢 全球正在進入一個 從線下到線上的一個轉變 那很多大企業呢 也都關閉了電下的 線下的店面 然後轉為線上銷售 那我們艾德美是什麼商城 線上 線上商城 對 線上商城 也就是我們平時在超市裡面 可以購買到的日常用品 那在艾德美呢 也能買到 也能買到 而且呢通過GSGS戰略呢 我們可以逐步出戶 對 就可以超值的價格購買到 來自全球各個地區的 高品質的優質產品 對 我覺得選擇艾德美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 那就是艾德美事業 真的是一個優質的事業平台 對 就是我們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們假如說做一個任何的一個事業 我們都要去投入一些資金是嗎 對 比如說我們去開一個網店 也要去投資一個資本的 對 對 那我們大部分的人群的話呢 別說是資本啦 也就是甚至 經驗都沒有 對 那現在為什麼創業那麼難 其實我們這個自主創業 成功的人士真的是太少了 是的 然後我們就是成功人士 和我們比的話 我們已經是在起跑線上 已經是不一樣了 那他們的話有很多資源 很多那些人脈還有資本 對 那這個時候艾德美的優點 就是體現出來了 是的 它不需要店鋪 不需要人脈 不需要資本 就可以開始進行這個艾德美事業 那只需要我們把自己愛用的產品 分享出去就可以了 對 對 像這種沒有負擔 而且下定決心就可以開始的事業 就是艾德美事業 是不是值得嘗試一下 是 那這個呢 我是特別有感觸的 因為我是做了很多年的生意 是的 像我這樣呢 是從做服裝 從擺地攤開始的 其實 那這些年呢 其實受的苦 我只有我自己明白 每一個顧客的維繫呢 真的是特別的辛苦的過程 是的 但是我們隔壁對門呢 很多店鋪啊 半年甚至幾個月就有換老闆的 那這個投資損失是很大的 那我當然是個個例 我在這個行業取得了成績 那大部分人真的在這個行業想取得成績 真的是太難了 我還有一點呢 我覺得選擇一個企業還有一點特別的重 那一定要看這家企業的領導人的經營戰略和思想 是的 那這個企業的靈魂人物的思想呢 是決定這家企業的經營方向的 是的 是的 我們朴安吉董事長呢 在愛多美成立之初就提出了 政治和善良是最好的戰略這一思想 對 就是我們常說的 對 政善善略 那一個崇尚政治和善良的企業呢 一定是遵守法律 恪守原則的企業 是的 我們的三大企業文化中 最重要的就是原則中心文化 對 我們跟這樣的公司遵守原則的公司合作呢 我們也會經營者呢 也會有一個持續穩定的輸入 對 正是因為如此呢 我們經營的時候才會特別的安心 對 而且經營者呢 在經營的過程當中不會擔心有不確定性 而且我特別喜歡愛多美一個經營目標 就是它的讓實現顧客的成功 對 也就是說呢公司一直在倡導 不是說這個個人的成功 而是集體的成功 對 對 對 這一點呢我也特別有感觸 是的 是嗎 因為我們在推廣事業的過程中呢 我有一個這樣的故事想分享 太好了 就是一個我特別關係好的姐姐 我們以前呢是十幾年前做服裝認識的 她的情況呢特別不好 因為當時投資了三層的一個服裝店 那半年的虧損又是一百多萬 她家境本身就不太好 但是呢我一直想幫助她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是同行 我的一些經驗不一定是她適用的 對 然後呢我開始分享愛多美事業的時候 我就特別興奮地告訴了她 現在呢她在他們當地 也開始分享愛多美事業 我呢有空就去幫助她 拉上我的產品 然後幫她去開拓事業 我覺得這樣我們才是解密一起幹事情 對 我才真正幫到了她 對 同成長 是的 是的 你們發現我們一起一路走過來的相互陪伴 相互扶持 是的 相互幫助的夥伴一起集體的成功 我相信呢這是每一個愛多美人 都希望想要的一個結果 對 沒錯 這個感受特別好 對 我覺得我們共同奮度的這樣一些夥伴呢和朋友呢 感情勝死於姐妹 勝死於親姐妹 對 真的能真正的幫助她 現在她的性格比原來更好了 更加的陽光 對生活充滿了希望 對 肯定你給她的希望 是的 是的 我覺得很開心 那大家都知道 去年疫情突然來襲的時候 很多企業來不及反應 導致了業績的下滑 但是呢 那愛多美呢在面對這種變化的時候呢 迅速做出反應 是的 然後呢把諸多的線下的研討會 轉變成了線上的 線上的 而且呢 快速地帶領大家進入這個模式 是的 這也非常有利於我們基因者 開展視野 開展視野 對的 是的 沒錯 而且呢我們現在已經習慣了 現在這樣的模式了 是的 那我們每週固定觀看 我們研討會 已經是成為了我們夥伴們的習慣 對 習慣了已經 那我們上個月 首場我們線上這個成功學院 對 那兩位老師知不知道我們這個 觀看人數有多少 只搞11萬 對 特別的厲害 對 特別的驚人 現在我當時就在想 為什麼愛多美總是比別人快一步 對 那後來就明白了 那是依靠的呢 是它果斷的常識 是的 還有迅速的這種變化 對 然後讓愛多美在危機當中 可以逆勢而生 對 沒錯 所以我們要抓住這個愛多美這個機遇 跟上 時代的步伐 對 快人一步 那隨著我們這個醫學的發達呢 我們現在的 就是時代就是一個半世時代 是 人越來越長壽了 是的 所以的話呢我們到70歲80歲的時候 仍然可以繼續的工作 參加勞動 對 真的是特別的可怕 以前的話退休是60歲左右 還是可以退休的 那現在我們中國這邊的話呢 已經是延遲了退休 對 對 政策馬上要出台了 對 沒錯 那我們平安基董事長 在均衡的生活裡面也說過 我們不從現在開始 準備這些老年生活的話呢 後面真的 當這個變革來臨的時候 來臨的時候 數數無策 對 所以我們真的要抓住這個機會 去現在開始努力去做愛多美事業 然後為了自己 也為了自己愛的人 對 沒錯 那在這裡呢我想請問一下我們張老師 那張老師的樂意呢 比我長 我聽說是19年開始 經營愛多美事業是嗎 是的 是的 那我想有請我們這個張老師呢 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張老師的那個經驗 那我也沒有什麼經驗了 就是自己的一些心得 首先呢我覺得 分享愛多美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雖然每天奔波於市場 真的是很辛苦 有時候很累 但是我一想到 愛多美既能成就自己 也能幫助他人 就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那我有三點吧 分享給大家 那首先第一點呢 是我們要大量使用產品 這一點呢 是什麼都代替不了的 一定要自己去親身體驗我們的產品 去分享 真誠地去分享 只有我們真實地體驗了 才能把真情實感傳遞於他人 這一點呢非常的重要 第二點呢就是說 一旦開始經營愛多美事業 一定要保持持續的熱情 對 一步一個腳印 踏踏實實地 每天都做跟愛多美有關的事情 這點非常的重要 要學習持續性的學習 也是很重要 第三點就是要參加我們系統的學習 就像我們每周六有線上的一日研討會 還有我們的大眾精品的研討會 對 這些呢都是幫助我們這些人呢 了解愛多美的公司 了解愛多美事業的 還有呢就是我們各個區域 有不定時的線上線下的一些研討會 我們都要去參加 對 這點呢非常的重要 學習真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愛多美事業的話 真的是很適合普通人 那公司為大家準備好了一切 是的 對 那我們公司已經有一個完善的系統 大家只要跟隨公司 進入到系統裡面來就可以了 是的 那我從來沒有見過 就是哪一家公司 這麼強調夢想兩個字 那兩位老師覺得怎麼樣 是的 有其他公司有這麼強調 沒有 沒有 那我們16個字思緒裡面有一條 就是經營夢想 對 那我們這世界上的話 沒有隨隨便便就可以成功的 是的 都是要付出努力和拼搏的 嗯 各行各業都是一樣的 不管從事什麼行業 都是要堅持都是要努力的 都要前進一步的 是的 那我說實話 那我沒有經營這個愛多美事業的時候的話 我也是沒有一個具體的目標 沒有夢想 下班之後的話就躺在沙發上 刷抖音 就是刷抖音 玩玩手機 原來高老師也是一樣的 對 那我就是浪費了很多寶貴的時間 那我猜測很多朋友的話也是 是很多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一個 一樣的一個現狀 對 但是只要我們自己有夢想和目標 我們就會奔著那個目標去奮鬥 對 所以的話我們不只是為了自己 也是為了我們愛的人 為了社會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樹立自信 就有動力 只要有了夢想就有了方向 是的 其實我現在越來越深刻的體會到 為什麼公司要求我們要書寫人生規劃 對 當時我也不理解 對 現在能理解 是的 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 而且時刻的提醒和檢查自己 是否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 去奮鬥 去努力 那如果問我們為什麼選擇愛東美 結果肯定是不同的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但是又是相同的 愛東美給了我們創造財富的機會 是的 也給普通人實現夢想 提供了一個舞台 是的 我們真心的希望 所有的愛東美家人 都能夠一步一個腳印 堅定信念 在愛東美獲得均衡的人生 我也希望兩位老師的愛東美事業 能真正日上 也希望兩位老師有機會到西安來 然後來我們的服務中心 我們互相的交流 互相學習 好的 謝謝 非常感謝張老師 也歡迎張老師和江老師 到我們景宁區做課 帶你們去逛逛區府的孔福和孔廟 太好了 那我就很期待了 那我也熱烈地歡迎我們兩位老師 來到我們廣州洋城做課 真的太美好了 我們做愛東美事業 又能認識這麼多五湖四海的朋友 大家一起努力 互相幫助在愛東美取得成功 那我們今天也給屏幕前的夥伴們鼓鼓勁吧 好的好的 那愛東美的家人們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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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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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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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